154 北京神報 戴斷力會斷送資本主義 2015年7月26日人民閱讀A23 社會學 戴斷力作者 美 福生定價 68元評分 8.5出版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中業以降 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相繼賣入了所謂的後工業時代 在這一時期 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進步 及經濟和社會的傳統運行模式和組織方式 帶來了重大的改變 舊有的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也遭到嚴重的衝擊 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普遍表現為犯罪率、離婚率、 未婚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社會信任度的明顯降低 福生將此種種與社會資本有關的指標的確化現象總結為大斷裂 究竟何種原因導致了發達社會大斷裂的出現 這是否是資本主義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縮影 在福生看來 資本主義社會中 個人主義的不斷膨脹儘管造成了傳統權威和社會規範不同程度的消解 但基於個體理性和競爭關係自發產生的 為利他合作仍然是形成各種形式社會聯結和社會資本的基石 在新技術條件下 社會組織結構的扁平化促成了社會網絡的興起 使得社會資本對於構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更大 但等級制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福生相信 即使面臨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轉型 社會秩序始終都會在既有等級制有有自發性的完全中產生 帶斷裂不可避免 但社會規範的重建也始終可期 他列舉了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以後 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斷裏 亂象逐漸消對社會資本重新積累的若干證據 對此結論進行了說明 在本書中 福生一如既往的對資本主義社會 及其制度表示了信心 他認為 現時代的後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會 產生對社會資本的持續需求 長遠看 他也有能力提供足夠數量的社會 對資本以滿足其需求 他甚至對技術發展能夠幫助 人類生活實現人的整傳性表示出樂觀 在社會和道德領域表現出的歷史周期性 需要也中將通過人類自身重建社會秩序的強大能力來克服 福生認為 一切宗教 政治 法律等 都無法解釋人類物質進步與人類道德發展的不同步現象 如人類工業革命的直接後果是物質進步與人類道德的倒退 十九世紀氾濫的殖民主義 個人享樂主義 各種暴政等 都是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 以二十世紀中業的新科技革命及取之而來的後工業社會和信息 時代有級世方帶來了犯罪升級、家庭解體、信任危機等各種社會現象 之所以如此 福生認為根本原因是人類的生物學趨向始然 即隨著人類生存條件的變化 人類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一個大的調適過程 只有根據人類物質進步的現實不斷進行社會調適 才能建立較為健全的社會秩序 獨家 大學臨 和民藝文施法 理論 有想法